吉诺比利的蛇形突破让人防不胜防,这也是他进攻的一大法宝,吉诺比利帅埃根廷对霍尔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,GDP组合同框庆祝球队夺得总冠军,吉诺比利,邓肯,帕克组成的GDP组合是马斯队时尚最成功的组合,迈路吉诺比利退役了。 作为NBA历史上的传奇球员之一,他的离开也带走了一批人的青春,尽管现役最出色的篮球运动员都给吉诺比利送上了赞美,可他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球员,他用了16年时间,全是对马斯的忠诚,他用了23年时间,证明对篮球的热爱。 马姆吉诺比利,一个多年以后相信,还会被人不断提及的名字,他为NBA荷兰球赋予了新的意义。 马姆吉诺比利,1977年7月28日,出生于阿根廷布伊诺斯艾利斯1999年NBA选秀以第57岁内,被圣安东尼奥马斯队选中2002年市锦赛率领阿根廷队,击败美国孟武队,入选市锦赛最佳阵容。 2002年正式加盟NBA,之后随马次对次赌总冠军。2003、2005、2007、2014、2004年作为队长率领阿根,停队夺的雅典奥运会金牌。 2005年、2011年,亮度入为NBA全明星阵容。 2008年,荣宁NBA最佳第六人一妻子麻木和妻子,于1997年相识。 那时,她还没有什么名气,NBA也是一个遥远的梦,一转眼,两人在一起已经21年了。 2017年底,麻木晒出了一张和妻子年轻时的照片,她写道,和这位女士在一起的前20年真是太美妙了,我还要更多时间。 麻木曾经说过,她的职业生涯之所以能延长到40岁以后,其次给了她很大的帮助。 二选秀大会1999年夏天,NBA选秀大会如约而至。 那年的选秀大会被受关注,不仅是因为埃尔顿布兰德,史蒂夫·弗朗西斯,拜伦·戴雷斯在前三位被选走,还因为中国球员王志志参选,且被小牛在第36岁内摘下。 不过,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,1999年的选秀大会之所以载入史册,是因为出了跟麻木吉诺比利,值得一提的是,她是在倒数第二位,才被马次出手拿下,险险落选。 三梦之队,美国篮球梦之队,在世界篮板是一样存在,他们让每一个对手胆战先兢,但是,麻木不怕,麻木职业生涯曾经两次击败过梦之队梦武和梦柔,一次是在2002年的世锦赛上,一次则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。 2002年,那次历史性大截,终结了梦之队58连胜,中,伯伯维奇就在场边观战。 那场比赛后,他对记者说,看上去我们三年前选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家伙。 2004年,那次更加经典的比赛中,美国梦之队中包括了詹姆斯、邓肯、艾弗森、马布里、雷德、安东尼等超级明星, 四总冠军马鲁在被马次选中三年后,才正式登陆NBA。 不过,他加盲球队的第一个赛季,就和邓肯、帕克一起帮助球队拿到了总冠军,那是他为马次夺得的第一个总冠军。 后来,他又在2005年、2007年和2014年,先后三次帮助马次夺冠。 武邓肯在校律马次期间,邓肯无疑是马鲁最好的兄弟。 马鲁曾经讲述过一个故事,2006年与国王的一场气候赛中,由于他的失误,对手得分定赢下了比赛。 当时,马鲁很沮丧,回到房间,他把手机关了,但房间的电话响了起来,他拎着挂掉了三次。 第四次电话一响,他就把线给拔了,然后,洗手间的电话响了。 马鲁不耐烦地接起电话,结果是邓肯打过来的,邓肯邀请他去吃晚餐,他们聊了很多。 马鲁的心结得意解开。 关于马鲁和邓肯之间的兄弟情,马鲁说过一句话,他知道什么时候给我拥抱和摸摸头。 所以你们知道,我为什么吐了吧? 令冲撞先生很多球迷喜欢把马鲁叫妖刀。 不过他早期在马刺的时候,队友波伦特巴里曾给他取过一个冲撞先生的外号,以此来形容他的打球风格。 身体并不强壮的马鲁看上去,并不是喜欢冲撞的球员,但其实他打球的时候一点都不惧怕任何对抗。 他在37岁的时候还曾上演单笔格扣波时的好戏,7GDP因为各自名字的首个字母,马鲁和帕克,邓肯结成了GDP组合。 在马刺队史上,这无疑,是最为成功,也最为伟大的一个组合了。 他们在合作期间一共拿下了575场胜利,是历史上胜场最多的三人组合。 另外,马鲁和帕克共同拿下为132场季后赛胜利,他们也是季后赛胜场数最多的双人组合。 把蝙蝠2009年11月,在马刺队国王的比赛中,一只蝙蝠飞进了球馆,其他队员吓得干净躲避,马鲁淡定的挥出一掌,当场就把蝙蝠拍约的,随后,他把蝙蝠拿起来交给工作人员,比赛得以继续进行。 今年初,马刺主教练波波维奇,看到马鲁40岁高龄,还能打出神奇表现是重提老式。 这家国可是徒手抓过蝙蝠的,我还能说什么呢? 旧父亲马鲁拥有三个孩子,但在2013年的夏天,他却凭空多了一个儿子,这个儿子名叫贝里内利,贝里内利15岁时加入了意大利伯罗尼亚俱乐部。 当时24岁的马鲁已经是球队的明星,我当时将他是做自己的父亲,贝里内利说,虽然马鲁只比他大了9岁,是高丸手术。 2016年2月,在马刺与提湖的比赛中,马鲁被对手撞到了腹骨钩,导致高丸受伤,后来,他不得不接受了高丸修复手术。 为此,马鲁眉上拿自己开玩笑,他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,我把右边的那个,高丸献给了马刺,我真的可以这么说? 这是真的? 十一爷爷2017年5月,马刺赛季结束后,米尔斯在接受采访时说,我和马鲁的关系像是孙子和爷爷。 事实上,米尔斯只比马鲁小了11岁,无独有偶,在今年年初的时候,马刺对中1993年,出生的福布斯,也把马鲁称为爷爷,并认为他喝了一种可以长生不老的果汁。 十二蛇形突破马鲁宣布退役后,詹姆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,埃根廷人定义了欧洲布,说到马鲁的欧洲布,还有一个更传神的名字,那就是蛇形突破。 在比赛中,马鲁宁青时能完成各种让人非以所思的突破,最可怕的是,他突破过程中的线路,选择和身体扭弃程度让人震惊。 现已很多球员都从马鲁身上学到了蛇形突破,但是,他们都只学到了形,没有领会到神。 十三波波维奇可以说,没有波波维奇就没有马刺,就没有GDP,也就没有马鲁。 对于马鲁来说,波波维奇是一友,两人互相成就。 波波维奇曾经说过,马鲁一定是喝了不老泉水,所以他才能在四十岁,是还能保持出色的状态。 波波维奇还说过,马鲁是那种在一场比赛中,先是让你想要掐死他但随后,就会让你想帮他做早餐的球员。 但是从下个赛季开始,马刺就只剩下波波维奇一个人了,十四梅西作为阿根廷足球和篮球的代表人物,梅西和马鲁算是心情相惜。 前两年,梅西遭受阿根廷媒体的口注笔伐时,马鲁公开站出来力挺,这是一个侄辱。 他们竟然一直攻击最好的球员,如果一个孩,子总是被逼迫到在角落哭泣,那么他迟早会送所有人去地狱。 梅西也投桃报李,在今年的全明星投票时,巴萨巨星就为马鲁拉票,在此之前,他还为马鲁的自传作剧时写道,人们总是说你是蓝牌梅西,其实我觉得我是足坛马鲁才对。 专题专门行经报记者,像阿里图片视觉中国。